过去好像偷偷摸摸的现在公开做 而且有时候现在放话的声音比较大 然后国会通过的议案比较多 然后美国国务院 一边就是说国会通过了很多议案 一边强调说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权是行政部门 是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国务院他们在主导 所以说这些议案对他们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什么你就是说你透过现象看实质的话 我同意刚才我们介老的时候 美国在掏空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 一个中国政治的政治基础 但是掏空它掏的是什么 我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我们现在盖房子 下面是有柱子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打地基 都有一个柱子是打到地底下是很深的 那除了柱子之外我还得填土 对不对 那整个把土填完了这才叫地基 如果那个叫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的话 美国现在是把土都基本上都跑得差不多了 但是目前的柱子它还不太敢跑 它会时不时撞一下 可以说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是一旦它真的要动柱子 我相信中国政府绝不会那个说我会忍受的 一定不会那会不惜中美关系倒退 甚至中美那个断交 我们那个北大的贾经文教授已经讲了 对不对 你要动这个柱子 中美关系一个中国这个支柱 那中美关系是要出大问题 出大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美国它那个在跑土 把土在那一直在跑 但是这个柱子本身其实它很没有感动 这也是因为就是目前的中美关系太重要 它是目前实际上最重要的那个一个关系 如果中美关系出大问题 整个世界都有出大问题 那个这这第二个 另外一个我的那个简单讲 就是那个对选举 如果美国支持那个台湾 那选举那个 会不会是让大陆丧失信心 我个人不认为就是 大陆会因为这样一次选举 而丧失对那个台湾民众的信心 过去陈之变执政我们都没有丧失信心 大陆看的更多的是什么 因为大陆的对台政策都一直在强调什么 打局观 长远的观点 历史的视角 所以大陆是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 特别是那个习总说 他是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更长远的一个 历史场所上去看的 比如说那个台湾问题跟民族复兴的关系 总说一方面讲说 那个实验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那个强调是什么 必然要同 另外一个他讲的台湾问题 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所以民族复兴是终结台湾问题的前提 是首先要实现民族复兴 而且在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 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是那个必需统跟必然统 是这样一种关系 如果说因为台湾问题 使得那个中华民族没办法复兴 因为或者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操作过急 或者解决的方式那个不对 或者是出现政策误判 那问题会更严重 不仅台湾问题 没有办法得到圆满的解决 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景也会涨松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 可能要理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那那个其实小平同志他在谈一国两制的时候 他其实是八个子 完全是八个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在前面 一国两制在后面 所以一国两制是统一后的制度设计 不是统一前的制度设计 这一次那个十九月四中前我讲得很清楚 统一前是什么 统一前是那个两岸关于和平发展制度化安排 这个是统一前的 要进行两岸关于和平发展制度化安排 统一后才是一国两制 那我们的那个台湾的一国两制 跟那个香港一国两制不一样 台湾的一国两制是两岸协商产生的一国两制 总书记谈了五个充分 就是两岸谈出来的一国两制 当然前面有提到说 这个方案那个方案 我觉得只要两岸坐上谈判桌 只要两岸有一个中国的前提 什么方案都不排除 但是目前问题是 我还没有坐上谈判桌 你就让我撤掉一国两制的方案 这是不可能的 那等于还没有那个谈判 我就投降了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 就是带着大陆方面一个表述 不太容易使得到 所以我想就是大陆提出说 要通过政治对话 通过民主协商 来为两岸坐上谈判桌器 那个协商谈判创造条件 所以这个是 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那个 那个只能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回应 最后一句 就是那个 我放弃对那个国民党同意的想法 这个大陆很清楚 我想那个 国民党是支持两岸国民发展 但是是不是说 大陆依靠国民党实验统一 我想目前 我在至少学界 我想没有这样的看法 总组地讲了一句话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 最关键的因素是 主博大陆自己的发展进步 这一句话 点出来问题的本质 只要大陆自己 那个发展进步 就靠自己的力量 来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既希望给台湾人民 既希望给大陆的发展自身 这才是我们真正 就是思考档枉的一个方向 大概因为时间关系 只能简单回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呢 我们这个 潘市长代表 我们实施队谈设 给思维教授 然后呢 郑速感谢帮 麻烦您思维教授 感谢帮